恒大这波不仅坑了买房的,买理财的,还坑了好几家上市公司跟他们的股东 上个礼拜五,上市公司加凯成发了一个公告说 他的股东广州凯隆,违规减持了接近两亿股,没有及时的披露 这个广州凯隆就是恒大地产的母公司 要知道加凯成这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只有18亿股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减持了接近两亿股 那对于股价的影响肯定会很大呀 在减持的这个期间,加凯成的股价从4块多跌到了2块多 4万多户股东损失惨重 此外,还有一些公司作为恒大的供应商也受到了牵连 比如说像上市公司保银股份,这是一家做装饰装修的公司 因为恒大呢,它的资金链就受到了影响了 恒大是这个保银股份的第一大客户 它有44%的收入是来自于恒大 受此影响呢,三季度这家公司的应收账款高达47.8亿 而公司的总营收就只有35.5亿 因此就陷入到了一个回款的危机当中 不得已的情况下,这家公司今年三次跟控股股东伸手求援 总共借了5.8亿的资金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上市公司江山欧派呢,是一家做木本的上市公司 它长期给恒大供货 今年上半年,江山欧派有恒大应收票据6.78亿 也就是说恒大最少欠了公司6.78亿 10月12号,江山欧派起诉了恒大 要求恒大偿还拖欠的货款共计3.6亿 并且赔偿相应的违约金 还有上市公司顶固急创,这是一家家具制造公司 周五的时候呢,顶固急创也发了一个公告 说恒大欠了它大约2个亿 这里面呢,有2573万亿已经逾期了 还有1.1亿即将在这个月底到期 目前公司跟恒大还是保持着正常的优务往来 但是呢,要求先付款后发货 或者是在验收前支付80%的现金 此外呢,恒大还欠了东鹏控股7.92亿 那恒大决定把1.44亿的房产给东鹏控股作为抵押 还欠了金唐狼42.54亿 恒大决定用17.98亿的资产作为抵押 欠了建议集团9个亿 建议集团承诺说 要在2025年之前把所有款项收回来 此外还有索菲亚、三棵树、市联航、广田集团等等 多家上市公司也是深受恒大拖欠货款之苦 从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感受到 恒大这两半亿债务的影响面之广 冰山漏在水面上的那一部分 往往只占到了一小半的面积 受到恒大牵连的除了明面上的这些直接供应商之外 还有无数的间接供应商 金融机构、服务机构 这一轮地产扩张周期 恒大不是发起者 但却是终结者 甚至连宏观经济都有可能和恒大背后的问题有所挂钩 所以如果能够早点解决恒大的债务危机 或许对谁都好 在被打压了四年之后 现在的华为到底活得怎样呢 昨天下午 孟晚舟亮相了华为的财报发布会 那么这一次距离它上次参加这个华为的财报发布 已经间隔四年时间了 我们都知道 这些年华为遭受了多轮的严厉制裁 供应上受限 手机的销量大降 2021年 华为手机已经是跌出了全球排名前五的位置了 那么到底现在华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呢 根据这一次财报发布会上的数据 2021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368亿元 下滑了28.6% 基本上是倒退回了2017年时的水平了 但是呢 净利润却有1137元 同比增长了75.9% 于是呢 我们看到网上是一片 华为最牛太厉害了 打细腻力佩服的赞美声 但实际上华为的业绩并不像我们所看上去的那么亮丽 为什么 华为的收入在大幅下降 利润却大增75%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它今年计入了处置荣耀等等子公司的净收益 574亿元 如果把这块都扣除掉的话 那么华为2021年的净利润就只有563亿了 是同比下滑了大约13%的 也就是说 其实华为的这份2021年的财报 实际上是收入和利润在同时大幅下滑的优暴 其中的消费者业务 更是同比下滑了接近50% 但是呢 即便是销售业绩在下滑 华为依然是投入了1427元的巨额研发费用 它用全年收入的22.4% 在不计代价的培养未来的增长潜力 正如孟晚舟所说的 华为最大的财富不在报表上 而是人才和研发投入 此外呢 尽管手机业务在大幅的下滑 但是华为的企业服务 还有物联网业务还在高速的发展 尤其是物联网 华为的手表 还有耳机等等的智能穿戴产品 在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又大幅增长了30% 未来呢 这一块很可能会取代手机 成为华为的下一个增长点 客观来看 去年的环境这么难 华为还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 依然是任重道远 在这里呢 也祝愿华为能够早日走出困境 也希望咱们中国的科技企业 能够早日雄起 听说炒股要炒赛道 本来还以为是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呢 哪里知道是冬奥会的滑雪赛道 前两天美股出了个非死不可 咱们还在嘲笑美股被带崩盘了 可是今天咱们就出了个要命康德 自己也崩了 原因呢 是人家拉黑了我们33家公司 要命系有两家公司 不幸也中枪了 那今天一开盘 要命这个创新要赛道之王就躺了板板 电池赛道的宁王 光复赛道的阳光 还有苹果赛道的力讯 这些全部都是外贸依赖度比较高的赛道龙头 全部都跟着就地卧倒了 然后今天要命其实还发过一个澄清公告 说被拉黑的是要命系的其他公司 跟上市公司没有关系 但这个澄清毫无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都全副武装的找上门来了 你说抓哥哥还是抓弟弟 有那么重要吗 反正我虽然看明白了 就是外头跌不跌那是外头说了算 咱们A股跌不跌呢 还是外头说了算 归根到底还是科技的问题 因为科技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 而竞争力决定了话语权 就拿CRO 也就是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来说 早些年呢 CRO主要的业务就是做一致性测评 这个业务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测评 对比那些纺织药 原盐药 国产药和进口药的 看看他们的功效是不是一样 安全不安全 严格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当裁判的工作 对于核心科技的涉及并不多 但后来呢 整个行业进步了 就开始自己研发药物 不过呢 有一些核心技术的岗位 员工是外聘的 有一些关键的器材和原料 是要进口的 有很多订单也是海外的 因此呢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就像拥有5G技术 不一定能做出来5G手机一样 创新药如果缺了点关键东西 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像去年的时候呢 印度没有办法做出疫苗 据说就是因为 他们的进口原材料被断了供 而医药赛道 本来估值就不低 之前又受到了一波极彩的影响 现在又被拉黑了 那你说他哪里经得起这种打击呢 所以现在就是 韭菜看了沉默 葛兰看了流泪 但是却无可奈何 核心技术想要赶超 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人家是三代人的努力 我们想十年寒窗就赶上 肯定不现实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A股市值最高的股票 是一只白酒股 看起来很荒诞 但是却也很合理啊 因为茅台的盈利能力 现金流和确定性 都不是任何的科技股能比得了的 如果茅台哪天被人家给拉黑了 估计股东们就只会当做是放了个屁 一点都不会慌 但是从长期来看呢 科技赶超这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 未来一定会有一批科技企业 包括创新药企业的市值超过茅台 这个过程需要企业的努力 但是也需要投资者稳定的支持 韭菜有信仰 A股才能有力量 反正呢我是有一个信仰的 白酒可以当龙头 但绝不能当A股的脊梁 你不婚 家族香火谁来接 我不生 民族复兴谁来撑 新三百企业 天第一号的这个放假通知火了 通知里面说 根据现在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等到三百年之后 咱们人口都不到一个亿了 可问题是 人家天第一号是要做百年企业的 难道到那个时候 只能请印度 越南 非洲等等外籍人士来工作了吗 所以 在520到来之际 公司研究决定 5月20号后台员工带心放假一天 谈谈情 说说爱 躁躁娃 这份通知可以说是无凭无据 但又合情合理 三百年之后人口不到一个亿 这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感觉这个推测是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它当个段子听听 不必过于较真 可是重点在于 这份公告体现出了一种温暖的人文气息 以及对于员工的关怀 通知主动在5月20号多给员工一天假 然后还传递出了 公司不反对员工恋爱生娃 不担心这事情会影响工作的态度 而且跟员工沟通的口吻 也会比较的轻松活泼 可以说是既给了员工实惠 又给了员工尊严 再反观现在有的企业 老板都恨不得把员工拴在墨盘上 而员工呢 恨不得把老板挂在路灯上 天第一号的这通通知 不管是不是作秀 不管他是不是哗众取宠 反正至少传递出了一种 比较和谐的劳务关系 还顺便吹了一波 说自己要做百年企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值得学习的营销案例 那这个天第一号呢 是一家苹果醋企业 现在70多亿的市值 4100多名的员工 去年的净利润2.5个亿 同比增长1.64% 而公司在营销上的风格 跟这个通知一样一样的 非常贴近新时代的思维 就连广告都是那种 黑黑黑的鬼畜风格 所以显然公司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届的年轻人啊 不好惹 打不过就加入呗 毕竟以后 不管是消费市场 还是劳务市场 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高铁要涨价了 而且幅度还不小呢 像武广高铁 护航客专 还有护坤客专 以及航永客专 这四条高铁线路 将会在6月15号开始涨价 涨幅20% 比如说从武汉到广州的二等座 从463块钱 就会涨到553块钱 但问题是 五一之后 武汉飞到广州的航班价格 都跌到三四百块钱了 这比高铁还要便宜呢 所以你说这高铁 哪里来的底气涨价呢 实际上 2023年有36.8亿人次乘坐了火车 同比增长了128% 咱们全国14亿人 平均每个人坐了2.5次火车 创下历史新高了 而去年乘坐飞机的 只有6.2亿人次 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呢 在飞机面前 高铁确实可以反而载一下了 靠着方便准时 它可没少抢飞机的生意 那你说现在高铁不都已经是 每天嗖嗖的在跑花花的载挣钱了吗 干嘛还要涨价呢 事实上 虽然去年国铁集团扭亏为盈 营收1.24万亿 净利润33个亿 但是这一点利润真的还不够国铁塞压缝的呢 要知道国铁其实是个负债大户 到目前为止 它的总负债超过6万亿 相当于2.5个恒大的负债额 6万亿啊 就算这个贷款的利息只有3% 那一年利息支出也会高达1800亿了 所以你说这个国铁 怎么搞出来这么天量的债务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修高铁这个事太费钱了 修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成本3000到5000万 修一公里的高铁成本得一个亿 复杂路段甚至得两个亿 这里面最大的两块成本 一个是拆迁成本 一个是修建成本 在过去的15年里面 我们国家高铁的总里程 从9000公里增长到了4.2万公里 而今年还要再完成1000公里的投产 4.2万公里 每公里一到两个亿的成本 你算算 这不就是几万亿的花费了吗 而且高铁在投入运营之后 还会有巨大的维修保养的成本 跑起来之后呢 每公里的耗电量就是几十度 2022年国铁集团是亏了600多亿的 2023年总算有了33亿的利润 但是呢再想想那6万亿负债的本金跟利息 猴年马月才能还完呢 而且现在不是还在不断的建设吗 还需要新的投入吗 其实呢这个铁路的建设跟运营 一直都依靠大量的财政补贴 之所以国家愿意亏钱修高铁 就是因为铁路本身虽然亏钱 但是能够拉动沿线的经济 对于地方财政来说 就是左手花钱右手挣钱呢 比如说从上海出发 杭州 无锡 长州 泰仓 这些城市基本上可以实现 一个小时内到达 苏州 嘉兴等等的城市 甚至半小时内就到了 上班一个城市 下班一个城市 那这对于沿线城市的就业 跟消费的拉动来说 肯定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呢 现在城镇化已经到了尾声 地方财政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所以大手大脚的给补贴修高铁难了 铁路也得自己想办法了 涨价不就来了吗 其实呢这个高铁的定价也不是随便定的 基本上500公里以内的参照高速公路 500公里以上的参照民航 以运营里程1318公里的金户高铁为例 二等座的票价平均每公里不到五毛钱 2021年的时候 这个金户高铁涨过一次价 涨幅10% 那这回四条线路涨价 其实是高铁票价涨幅最高的一次了 不过呢 别看国铁集团去年已经盈利了 但是 在它4.2万公里总里程当中 只有六条线路 也就只有2300公里的里程是挣钱的 只占到总里程的6% 其他线路全是亏损的 赚钱的这六条线路分别是金户 金金 金行 户宁 宁航 宁航 广深港 而这次涨价的四条线路 基本上都属于这六条高铁线路里面的 那你肯定会奇怪了 怎么赚钱的还要涨价 亏钱的反倒不涨 这是什么逻辑呢 其实说白了 还是因为这六条线路 它有涨价的底气 客流量又大 而且途经的都是经济发达的城市 对于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来说 涨个几十块钱 恐怕他们还是会继续选择坐高铁 但是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 在时间跟成本之间 他们肯定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选项 所以说绿皮火车不会轻易涨价 这么看来的话 这次的高铁涨价也算是一种 间接的收入调节了 那四条涨价的高铁线路的乘客 间接补贴其他乘客了 你有没有听过那些经济学毒鸡汤啊 比如说两个人都有二十万 一个人买了房 一个人买了车 几年之后房价翻倍了 买房的二十万变成了四十万 买车的二十万却变成了五万 因为买房是投资 买车是消费 这个鸡汤曾经说服了不少人 但是现在呢 世道变了 买房翻倍是别想了 可能卖都卖不掉 而很多买车的人 这会儿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正好能去开网约车 一个月还能有个一万八千的收入 所以到底谁是投资 谁是消费呢 以前还有那种鸡汤 说一千块钱买手机是投资 三千五千买手机则是消费 可是现在呢 手机早就不仅仅只是通讯工具了 它是生产工具 手机的功能直接影响你的工作效率 再比如说买两百块钱的皮包是投资 买两万块的皮包是消费 但这几年的现实却是 两百的皮包每几天就掉色了 一些两万的包却在二手市场上不断的涨价 所以说呢 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不调整思想就等同于损失财富 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 如果想要最大效率的获取财富 恐怕首先得要打破三个固有认知 首先第一呢是对现金的认知 以前巴菲特说现金永远是最糟糕的投资 因为现金不会产生任何东西 可是今年股东大会上他却说 现金不是垃圾 现金是一种看涨期权 其实巴菲特已经很隐晦了 他就应该直接说出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留着现金没用 投资很容易赚 但是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 那么现金的功能 就是在一次次的波动中低价接盘 第二是对存款的认知 在过去的二十三十年里面 经济飞速增长 我们得以长期享受着高息的存款 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五的存款 贯穿了一代人的劳动生涯 但如果要是把这个视角 从十年拉到三十年 没有任何一个大型的经济体 能够承受长期的高息环境 随着我们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减速换挡 所以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利率逐步下减 并且维持在低位 是未来的长期趋势 90后00后的一生 可能都很难再过上 攒了钱以后 躺平吃利息的日子了 第三是对消费的认知 咱们人类的生产工具 是一直在增加的 从早期的锄头斧头 到牛车仿车 再到拖拉机BB机计算机 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商品 你都可以把它算作是生产工具了 为啥呢 因为我们的欲望是越来越高了呀 时间越来越少 商品不一定要直接用于劳动 只要它能帮你节省时间 或者让你更加健康 都能够帮助你在生命周期里 获取更多的现金流 同一个商品 对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对自己的生产帮助不大的商品 我觉得能省就省吧 有帮助的则该花就花 哪怕是个小小的枕头 只要能让你睡个好觉 它就价值千金 所以说呢 我感觉啊 所谓的高认知不仅得懂得多 还得懂得变 咱们要学会在不同的环境中 随机应变 趋利避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